嗨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啊 哇 好不容易啊 熟地气象爬爬垢又复出了 那么这一次我们来到木扎猫空 因为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猫空一股新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呢 就是我们的青龙 这里呢 是木扎猫空青龙连移会 那么在我身边 帅哥 叫什么名字 好 浩懿 美女 翠妮 翠妮 他们要告诉大家 即将在12月18号对不对 对 在猫空有一个很盛大的活动 是什么 我们的冬至银茶神 猫空风茶祭 猫空风茶祭耶 告诉我们什么叫风茶 我们这个风呢 是用这个丰收的丰 意思就是说我们期望来年 能够大丰收 所以它的做法会是怎么样 一般就是把我们的愿望 写在这个宣纸上 对 而且你们是用猫笔的 这边有走进猫空 大家都已经签了名 对 所以通常你可以继续解释 我们通常写这个是 我们会把自己的祈愿 然后写在我们这张特别的制作纸上面 然后会跟我们猫空的特色茶 铁观音一起封存在我们的茶仓里面 那我们会相约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个茶仓 然后到时候看看啦 你写下的愿望到底是现了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时空胶囊的概念 对不对 好了那我现在签名了 这个是我跟在这个木大猫空的所有的青龙们 所一起许下的愿望 对 这个就是走进猫空祈愿平安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祝福 然后封在我们的茶罐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美女继续帮我们做后续的一个动作 那么事实上这样的一个风茶 我们已经进行第几年了 我们今年是第七年了 第七年了 每一年冬至我们都会邀请我们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茶交妈祖 来到我们山上搭乘我们的猫空缆车 然后来茶山做烙镜 太棒了 所以接下来猫空有许许多多 新这个茶侬们 青侬们所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那么至于天气上 我们赶快从卫星云图来看一下 今天因为吹的是偏东南风 所以今天水气比较少 今天可以说是一整个礼拜天气最好的一天 那么但是明天开始天气就有所转变了 因此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雨区预报 就今天的雨区预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局部是会有短暂雨的 那么至于午后在各地的山区 局部也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那么在未来这几天 我们要请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赶快把东一准备好 因为目前看起来 在明天的下半天封面通过 紧接着入秋以来最强的东北季风就要南下 那么甚至从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三 哇这低温北部将会下探13到14度 也不排除礼拜三礼拜四甚至有机会达到冷气团等级 那么至于中部地区也同样会受到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在中部地区最低温将有机会下探14到15度 那么至于河欢山会不会下雪到时候再来看了 那么至于南台湾温度曲线下降的幅度没有这么的明显 但是其实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也非常凉冷 而东半部来说因为是迎风面 所以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犹豫 甚至到了下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也格外的湿冷了 所以今天淑莉来到了木炸猫空 哇我们的风场也已经封好了 到时候我们还会贴上这个风条对不对 那我们会相约的是呢 什么时间 明年 好 明年我们要一起来这边呢 把这一罐茶罐打开 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实现哦 让我们追随着熟力的脚步 干嘛 走进猫空来喝茶 再把时间交还给胖店主播了 来猫空来猫空 耶 早安新闻给你满满的元气 锁定东山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帮我们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